这一次的研讨会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 来到台湾探讨入室佛教议题 过去的三十年中 随着亚洲各国反殖民努力的亲戚 入室佛教在社会阶层中 已经开始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化运动 在斯里兰卡和泰国有全面的社区发展 在日本有自杀防治与心理精神照护 在欧美浙江禅修运用于现代医学与科学 在印度有社会公益等各方面的运动 台湾佛教什么是特色 就是人间佛教 因为台湾的人间佛教包括我们责任区参访的慈祭 从它的环保园区到医疗园区 全人的身心灵照顾以及环境的保护 对他们来讲都觉得那个是应该学习跟效法的对象 再加上台湾对于社会正义的提倡 包括废俗比休尼的八禁法 包括支持同志的婚姻 同志的平权 像这类的运动 包括对动物权的提倡 对环境的关心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尤其是阿江苏那个 认为我们应该要来台湾取经 也因为这样今年报名的本来我们是截止到120名为上限 但是他们报到那个安苏总部无法拦绝 所以一直暴增到180位左右的到来 因为他们听到要来台湾都很向往 希望能够开展出一个社会改革跟社会关怀的气象 而不要老是继续保持一种三菱佛教的消极状态 研讨会主题相及与慈悲转化冲突 深入探讨台湾入世佛教的议题 并了解国际入世佛教组织的活动与多元性 作为国际入世佛教协会 未来十年的蓝图计划 时方新闻记者赖玉荣 桃园采访报道